法米称被别有剧心者污蔑他在清真寺发表政治演说 通讯及数码部长法米今日澄清 当时只是针对日前引起争议的英国摇滚乐队的1975做出回应 法米今日在面子书发文澄清 他在出席场活动附近的清真寺进行五间赏礼 教区清真寺 简单他针对英国摇滚乐队的1975真寺事件发表评论 并没涉及举办政治讲座之类的课题 法米还说 清真寺的会众都是证人 我要感谢目睹此次且将上传视频做解释的沙菲克 但遗憾的是 专业管理员却删了这段视频 他说专业管理员删了有关视频 目的是要民众继续谴责和诽谤他 名为N13匡的面子书专页 是在昨日发布贴文 只称法米涉嫌在清真寺举办政治讲座 并标记雪州宗教局物偏袒政府领袖 必须对法米采取行动 各位观众朋友们又是怎么想的呢 欢迎留言区留言讨论你的想法 点击订阅按钮观看更多新闻时事